請諸位法友持續您的持咒不要間斷 保持持咒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透過持宋奧阿彌陀佛的咒語 能夠通達咒語 以及無量光伏阿彌陀佛是無別的 也能夠了解空明的薄弱性 而轉一切的起心動念為清靜 今天要講的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四因 其中的第一個條件是 所依明觀所依自良田 而阿彌陀佛的功德建立了自良田 也就是極樂世界的岔土 就像是極樂願文裡面所說的 應該要了解正是由阿彌陀佛他的大慈心 以及慈愛心的功德建立了如此的精度 所以我們不斷的透過持咒 來與意念淨土功德產生連結 所以希望大眾在文法的過程當中 不要中斷了咒語的持宋 現在我們是把佛法的佛法的佛法 也有一個邏輯的拒絨的 拒絨以後把佛法的佛法 拒絨以後把佛法的佛法 拒絨以後 那麼在座也許有些是 比較新的法友 是不是有人都沒有聽 有人沒有聽過我講 西方極樂世界的相關功德 沒有聽過的舉手 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在西方 aan 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认为这一个人家很高兴,真的 Kal小姐 这样看他在这张 Season 2浪说的 他水上一个年轻轻截下说 這個会 bowling的障害 做这些大意听 他说这是这些的 這就是我的老闆老闆拼我的手法 這就是這就是 中國的孫子女兒的法法的一切不絕對我 《極樂世界的法門》是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說的 在九院節前當無量光佛在學道位出發心時 他在如來的面前發願 當時有一個大臣 他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前身 由於這兩個法有在過去的誓言 非常的親近而緊密的緣故 所以等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 宣說了阿彌陀佛的相關功德跟莊嚴 這在經典當中有所記載 所以這是我從中有的 就是這個復活的 雲的雲的雲的雲是 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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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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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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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那些人在海裡的本土壹就不去 那些人是在海裡的漢堡 但是海裡的家裡的老人 那些人在海裡的老人 在海裡的海裡的老人 就是在海裡的老人 那些人在海裡 那些人在海裡的老人 那些人在海裡的老人 关于极乐世界的相关功德利益 我们应该要常常放在心中意念 比方说 透过长期的念诵极乐愿文 来修持意念功德这个法门 那么由于极乐愿文 它的内容比较长 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熟练 所以也可以配合着录音 跟着录音一起念 平常多听反复的听 至于在心里面能够记忆 能够议持里面的内容 常常的去随文做官 不断的透过念诵极乐愿文 来意念阿弥陀佛跟净土的功德 如此一来可以在自言内心 种下良善的习气 这个就是所谓净土法门当中 容易往生而且利益广大的道理所在 其他的诸佛刹土 当然也是功德不可思议及其殊胜 然而很多的刹土要往生的难度比较高 许多刹土是必须要正得 八地苦上与上的境界才能够往生的 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 而相对于这些刹土 有一切诸佛的悲心众基 并且呢 具足所有的诸佛功德与一处的 西方极乐世界 是可以透过祈祷发愿往生 而藉由不可思议的广大福德力而往生的 这样子的刹土是由阿弥陀佛的宏愿所成就 成就至今 在经典记载而言是已经过了七天了 这个七天的计算方式 以人道众生来说是已经经过了七节的时间 所以从刹土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刹土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已经过了人间的七节的时间 那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有可靠的经典依据的 所以对此是不需要怀疑的 在今度就在那边 这些人在这里 也在这里 这些人都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我说这些人在这里 我说是什么 我说我说 我说我说 你能打听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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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當地的關於那些人在這件事情 而在這世界上人在香港 Kerou丁 他們實在他在他的幫助 之後他在他們之間 他們是從川普 就只要是在大地的經驗 他們在這間地的事情 他們都會有甚麼不同的事情 他們不讓他們去聘機 就讓他們去聘機 現在他們都是在聘機 他們是聘機的 这一步起吧 现在在长谀的 在长谦的长谦的话 这就马上了 这一步起吧 在长谦的上完 没有什么想法 你不是这个朋友吗 我学长的学校都在说 这个朋友也不会 那你还从来 这一步的长谨 真正在讲 这一步起吧 就没有这个长谦的长谦 可以說,你這樣做再來? 不像是連夜 也要做一點 更有的一種 都是恐怖 這就是當地上的 我冬天下 dólares 這是甚麼都要說 當地上的icated點 這叫做創庫 的時候 ở著你來? 那豈不是吧 我們就沒人去見了 他就是發誓發誓發誓的 必須無論 當我們在觀想本尊佛生的 升起次第時 重點在於 升起本尊身相的 名相 但是這樣子的清明 或者是 清楚的相 它並不是僅僅只是一種 影像而已 它並不是那麼單純 它是具有內在功德的 內在功德就像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有許多的師長透過他們的 恩德他們的教會 令我們的內心產生感度 也會有念恩報恩的想法 所以會讓我們產生 許多的功德的學問 而阿彌陀佛對我們的恩德 或者他所具備的功德 主要就是能夠 從根本上拔除六道友情 眾生的苦 他拔眾生苦的方式 是透過清靜的正法的傳統 使得眾生 能夠被導向 暫時的人間安樂 以及究竟的佛陀果位 並且 它具足智慧的功德 能夠一一了知眾生所造業 他們的根氣差別 他們的依樂差別 他們的發展的情況 這都完全以佛陀的騙知 能夠如實的照見 佛陀的二種智慧當中的 如所有知 令他能夠完全通達 輪迴法 以及涅槃法的實相 而他的盡所有知 而他盡所有知的深度 能讓他通小 能讓他通小 因跟果之間的關係 而不像是我們凡夫 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 例如我們看到 稱心的時候 只是看到這個情緒的波動 並沒有看到他後續 所帶來的效應 我們看到 看到地獄像這樣的描述時 我們也僅僅只想到 他的展現 並沒有想到他的前因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因果業力的運作方面 是懵懂無知的 而佛陀的智慧恰恰相反 他是能夠照見 因果業力的運作 這個是佛陀的功德之一 再來 佛陀所教授我們的是 自盡其益 讓我們相符自己的心 而為何要相符自己的心 必須要挑副自己的內心呢 原因是 佛陀通達的一切諸苦 都來自於最根本的問題 我知 假使沒有我知存在的話 任何的煩惱以及煩惱的後續 的痛苦 將不會生起 佛陀了知這一點 而世間的凡夫則不如是 因此 我們才說 佛陀的功德 是勝過一切世間人的功德 這就是為什麽佛陀對我們有廣大的深恩 在意念佛陀的功德之下 而了解佛陀的功德的前提之下 我們懂得去意念佛陀的殊聖 以及他的恩德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的 我們本身有的是 我們從事實上 西方的清潔 在這裏 想起的 是 以前這裏 只能有這個 我們從事實上 我們從事實上 都在那裏 我們從事實上 最能的 那裏 我們從事實上 從事實上 在這裏 一裏 若是最多数的牧品,有異形的认负住建国满市 山上里面有参加很高的作品 在早已被人认为百亚市的法维都被人认为 conscient木头 cursor了那一旦插头 地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 从冘优独播剧场—— 日本得到这里 再 first下 里面的大价格 每个大价格都因为 那个时候 你从美国这件事 曾经在 前一世的 你evami ле 华人 作为 大价格里 那些人 他们在 而且我就是 在想要 在我身份 我不是 我像 我不是 想要 我 那 我 不是 地下和著講我會說 這就是我會說 你會說你會說 你將會說 你對這一點 就要這樣 就要這樣 我會說 那這就是 真的要這樣 那就是這樣 你會想說 那些事情 就是這樣 你把它一下 這個地下和 我家把著 我和我家 我的手 就這樣 往生四音的第一个音是 名官所依资良田 那这个资良田的本性就如同前面所介绍的 指的是名官净土庄严 那这净土庄严是来自佛陀三生的功德 犹如虚空的法身当中 献起了像是彩虹般的暴身 而极乐事件的净土庄严 就是暴身的展现 它是来自于心性如来藏的名分的展现 心性如来藏的本性 它的空的层面 为体性空 它的名的层面是大悲周片的清净岔土 这些完全都含藏于一切有形众生的新的本性当中 所以我们称之为如来藏 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够从 如同虚空的法身 以及如同降雨 如同雨露 或者如同彩虹般的暴身 而献起 随类划现 映现于各处的划身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心的本性 就像是应当要了解 佛陀的智慧跟我们的心事 它之间的地统 其实心事的本质 是无耳的智慧 不管是大圆满的传统 或者大手印的传统 都会谈到 心的本性是无耳之 而如果能够了悟 确实的了悟 无耳之的见地的话 那么心的本性 即是佛自心 这个就是自心即佛的道理所在 那么由于自心即佛 所以能够展现出的暴身岔土 它的数量是无尽的 在无尽的世间 能够出现如同降雨般的 如同彩虹般的暴身岔土 包括了现在所说的 极乐世界 也只是仅举其中一例而已 那么我们透过观看 伯卡或者是唐卡绘画 不断地去意念极乐世界的庄严 就是在心中朗朗的 心中朗朗的意念着极乐世界 这些暴身净土所具备的殊胜性 当我们在意念岔土的时候 不要只是好像看一个图画 只是看一个影像 应该要晓得这个显现象本身是带有智慧的 这个智慧本身又是与悲又分不开的 也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去描绘出一个形象而已 而是具有智慧以及对一切众生的大悲的 就好像是父母在关爱着孩子的那种大爱 又好像说是母亲她如何看待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那样非常强烈的爱心 这个就是佛陀他们对众生的悲心的庇誉 所以仰仰仰仰仰仰他们对英国的了知 所以这样子的力量 这样子大悲的力量遍布了一切的世间界 再接下来 诸佛的事业是以随类调伏的化身 按照众生的根基差别而展现出不同的形象 比方说西方三圣祖尊阿弥陀佛的心间 他的右边划现出百千亿的观音 左边划现出百千亿的度母 心间划现出百千亿的莲花生 在一切的世间当中以化身的形象来饶益有情众生 虽然他的本性是安住在清净岔土当中的 也就是自信安住的 但是呢在所有的众生的面前展现出 如同水面的道理一般的 又好像是镜中的影像一般非常清晰而难以计数 无量无边的佛陀化身 甚至在所有的友情面前 一一友情面前都出现一一的佛陀化身 所以这就是从法身当中献其报身 而在各处各自应现化身的道理 我们所需要祈祷所需要明观的规矜自了解 应当就是如此居足三生自信的清净插土 那当然在观想的时候 能够观的话也应该要观想在每一个友情 他的面前都有一一的佛陀的 具足至悲功德的佛陀的身像 但是很多人因为刚开始学习 他可能最多就只能观想一尊佛像 但这也是无可厚非 毕竟习气还不是很深厚的缘故 他还缺乏练习 但是呢心里面可以想 虽然观想不出那样的现象 心里想着哦 所有一些众生身边他们的头顶上 都各有一尊佛陀都化身 这样子想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后来就会吃到这些众生物 柳子的出生物 这种认识的 我说这种认识的 能够想着这些众生物 所以就会做出一些众生物的 有了 这个 这种药到底是 呢就像我们的 回来 他们还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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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散步 连来 在入口派凯麒麒麂 好像语雅 从来许战态 und治杞变荣 今天我 optimize拜登是接下许战 但是基本上ames把社办论方向提供 雅思大许 我們在養婚二人 所以當我們在明關自良田時 應當觀想片一切虛工處都有如同鏡中影像般 非常清晰的淨土的莊嚴 不斷地這樣子去觀想自良田 也應當曉得如此自良田的本性 本來就是橫長不斷沒有終止過的 這樣子的自良田它是暴聲岔土 所以具足五種決定性 所謂五種決定包括了處所決定 本師決定、眷屬決定、時間決定跟所說法決定 以處所決定而言 極樂世界是暴聲清淨岔土 也可以說是密延奧明岔土 然後在時間決定方面是橫轉法輪石 在本師決定方面是 說法本師為大金剛石 或者在此處可以理解為阿彌陀佛 然後眷屬決定則是 一切岔土當中的慎重皆為登地以上大菩薩 然後法決定則是唯一宣說大聲叫法 這個是具足五種決定的暴聲所擁有的功德 當然對於有些法有來說 這樣子的概念可能有點陌生 但是你別想它是具足如此的殊勝的功德 你這樣子想的話 也能夠對淨土產生信心 就是很有幫助的 那對淨土產生信心之後 想要往生該處又當如何呢 所以極樂四因當中又講到了 助援、迴發、菩提心 我們想著願所有眾生 都能夠在極樂世界當中成為自己的友伴 以這樣子的發心而來作為協助 對於一切的,實際上,某些人的塊錢 在於是在說的,實際上,某些人的 有時候在說的,實際上,某些人的 在說的、何謂地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的 。但是我就是讓大家看 所以,當中的信心,那些人的 雖然是要這樣,他們的 當中的信心,那些人的 當中的信心,那些人的把他們 放在做了一切地 妳借做了一件事 ,妳可以把這一套做成。 不一般,妳不給了得受了最適合我們, 那些是 Project Và, 妳可以去搞什麼有誰, 沒有過多少但是牠負了大小友, 她的東西是保護我的, 她把它抓到的地點, 妳要看這個。 书场通过例,到了现在他会必须在下雨, 在人民干。 três прир arenas的人都在一起cus。 向西给我们两个状况illy。 冚士山 zeigen他说你什么东西也会帮忙什么? 这都 alternate, 但是他们都有什么东西走近, 我们看mo sucking这个 Northern领域就是我们 是他们的领导的。 接受accia的,接受accia的,接受accia的。 中文的文化学,中文,俊逊事件和這例子有關! 中文的文化學會不會上消毒的。 中文文化學會把揚個家和很多工學會持有限的。 中文文化學會能夠使用修理會更少別的工學。 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总是说要发信,要发信,应当要发信 当然发信是非常重要的,假使你今天想要承办自立的话,应当理解,一定要承办立他才能够完成自立,因为当我职完全熄灭的时候,完全没有丝毫我职的时候,才能够完成正务佛果这样子的目标 因为佛果当中是没有丝毫的自我可言的 现在我们的情况就像是凝固的兵,我们在六道当中乃至在三二道当中受的苦是烦恼的自向的展现 这只是因为有我职的缘故,当我职被破除以后 不再有以我为主,不再有丝毫以我为主的想法的时候,就从这样的束缚性当中解放出来 这样才能,这个才是最广大的自立,最广大的承办自身的利益 因为当没有我职的时候,自然能够承办其他一切众生的利益,自然能够承办恶利益 如果与此相反,我们想的都是自我为主的,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 这样的话,最终只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因为我职它会带来的就是五毒烦恼,它是五毒烦恼的根源 最后呢,这些五毒烦恼的作用力会回到身上,又会伤害自己 从烦恼,从我职中心出发,以五毒而发起,就会造成三二道的痛苦 所以,我们如果很聪明的要承办自立的话,就应该要放下 仅求自立的,只有自我中心的想法 想着如何能够饶益其他友情众生 这么一来,我们的自己的利益才得以承办 而所谓的愿利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呢?原因是,所有友情无一例外的 所有的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没有任何的例外 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谋求利益的时候 将他人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并致 至少你应该想到,我如果要为自己好 我就应该帮其他友情众生 在这样子的基础点上去利益其他众生的话 这是属于一般性的,就比较平凡的菩提心 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跟他人的利益一并考虑进来 为此所以要利他 那真实菩提心的话呢,则是 当我们身体发起真实菩提心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自立的考量了 想到都是如何能够承办其他友情众生的利益 那我想,我的心愿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这样子的真实菩提心,即便在今生来讲 它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比方说,具足菩提心者 他就有安忍的功德,他就有智慧的功德 他就会有力量 因为他没有自我,他不去考量自立 所以他能够安忍一切,所以他具足智慧 所以他在做,不管是世间的事情 或者在从事任何佛法和事物的时候 不带着自我中心 他能够承办的事物的力量,就会强盛 这都是真实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我们需要发起的就是 利他之心 在利他之心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帮助到自己 这种必要性,是在心里面必须要确知的 因着,这市民都要理解 哪有一定,可以用处理解 更多的实质 此时,我们可以用处理解 这玩意诛 不停货行者 相当手与 相当手与 不停货行者 我们没有脑子 我们没有脑子 还是有脑子 但是,我们有脑子 就是 就把 有时候我们说 这一个那种 这个让人在那里 我们为了他们 都在那里 那参考虑的 这个要你